今集淘經多LIKE 夢故鄉 去冰劍魚市場食盡冬季限定美食 還有兩大寶石 去超好買的手信街 這一天我們會去冰劍 但今集沒有直接車去到那裡 所以我們就要在高江那裡轉車 由今集出發去高江 可以搭IR 外資封鐵路 留意去高江和兵建的班次 中間很多都會有30分鐘的時間 今集也會說一下我們在高江站可以做些什麼 我現在就來到高江了 高江其實也很值得大家留待一會 這裡是多啦A夢的作者 騰子不耳紅的護香 外面也有一些多啦A夢的東西給大家打卡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油箱 大家一定要去寄這個明信片 車站一出都有一些Locker位 出口的同一層 裡面也有幾間土產店 如果你想寄一張特別的明信片 就一定要留意 觀光中心可以買到高江的明信片 而這裡就可以買到多啦A夢樣的post卡 這個是多啦A夢的金時奎的sticker 也很漂亮的 我也推薦大家買一買 還有冰箭烏冬 這裡 很好吃的 這個一定要買 我覺得 另外一樣富山的香土名物 就是樽魚壽司 無論在這裡 我們待會去的冰箭市場 還有晚上回來會走的 金閘百番街 其實都是可以買的 所以不用太心急 另外高江最出名的就是銅器 這些零可以放在佛壇那裡 這個就是用高江銅器做的樂器 上面就有些數字 有個樂譜 讓大家可以跟著來敲出 高江站發車的時候的音樂 因為上面的數字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就亂敲了 高江車站地面那層 有一個後車室 裡面就有一個多啦A夢的油箱 因為它是由高江銅器所製造 它沒有油顏色 所以就看到它整個都是紅泡泡的 經這個油箱所投計的油件 是會蓋上全日本唯一一個多啦A夢的油鍋 粉絲們真的不要錯過啦 突然間上一秒天氣很好看 突然下雪了 在高江站旁邊還有一個打卡位 我們走過這條天橋 過到對面之後 下面就有個多啦A夢的散步道 彭子F飛雄就說 在這個雨時冰樽 被高江之中誕生的這個公園 作為一個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會改變孩子的綠洲 希望可以成為永遠培育孩子們 夢想和創造力的地方 有個小插曲的就是 原本這些銅像是放在萬葉之道廣場 後來因為發展用地是被移除了 很多粉絲都覺得很可惜 希望將這些銅像重新安放 最後就選擇了在WingWing高江廣場前面 其中這六個銅像 就改為小朋友都可以接觸到的高度 之後我們就出發去兵建啦 終於聽到這個高江站的發車鈴聲 要留意去兵建的班次 早上會比較頻密 如果想去雨情海岸拍照的朋友 記得安排在早上 上車之後坐右邊就可以看到沿海的美景 雨情站前面走十分鐘會經過這個鋁岩 在這裏就會拍到海中飄浮著一排的 垃圾年峰的絕景 當地人也有說過 其實這邊就算天氣很好 藍天白雲也不一定會拍到垃圾年峰 是很講彩素的 是甚麼都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不開這個了 直接去到車站 其實去兵建還可以搭第二輛列車 可惜我這次的行程就受不了 都分享給大家聽啦 如果大家星期六日去兵建的話 可以搭一輛新的列車 這個叫Berumonda的列車 是一輛在疫情期間新開的觀光列車 全車的座位都需要提前預約 非常受歡迎 很難預約的 我的路線就是由新高剛或高剛 去到兵建站 有時是星期六 有時是星期日 就要看官網的公佈 除了車上本身要一排向海的座位之外 車上還可以吃到 由富山新鮮食材製作的握壽司 當然啦 都要提前預訂的 這些資訊我都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剛剛其實我是做了一班車過來 那到了時候呢 才發現原來它那些 周遊巴士轉的班次 巴士的班次呢 是走回鐵的 所以大家呢 一下車之後 最好就立刻衝去搭巴士啦 下車那一刻 我又想著拍照 所以搞到 現在是要走過去 不過幸好現在呢 好像天氣好一點點了 那麼就起碼沒有下雨啦 還有天氣有點藍藍的 看到今天地上那些呢 其實不是雪來的 是那些好像冰粒的東西 咦 那邊的海岸好像有些東西看了 我看看 什麼都沒有啊 選擇是正確的 沒錯 我之前在賴戶內海美術祭 就看到這些 原來是真的 前面呢 就是我的魚市場 那邊的海岸 那沿海走過去呢 一路都會看到很多指示牌 那我們去的呢 就是魚市場食堂 那就是冰建漁港裡面的 那這個魚市場只有兩樣東西而已 入口呢 就是一個魚市場的食堂 那在上面那一層呢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落貨區 那為什麼我們山場水縣 特意就是這裡吃魚生飯呢 那先說一下富山灣 究竟有多特別啦 富山灣有著得天獨口的優勢 3000米的垃圾年峰 溶化的雪融水 加上富山灣的七大河流 經由雨水通過森林江河 帶著眾多的有機肥料流入大海 加上這裡有冷暖流交匯 流入一個深達1250米的海床 那這裡形成了日本最大的海灣 那冰建的位置呢 是非常獨特的 因而成為眾多的回遊魚的必經之地 當地的漁民捕魚 可以懷不費吹夫之力 冰建漁港以月中的定制網漁獲而聞名 雖然它的漁獲是一般灑網捕魚的三成 由於這些魚可以在網中自由地游來游去 所以也是以新鮮完整的漁獲而聞名 這間魚屎餐廳出名 便宜、大份、新鮮、好吃 我去的時候是12月中下旬 進去都要等大概半個小時 也挺多人排隊 這裏最有名的就是這些 上面有幾十片魚生的魚生飯 只是千多至二千日圓 真是神經病 如果幸運的話 也可以吃到白蝦刺身 或者炸白蝦 我這次不會吃那些 我要吃這個冬季限定的冰建韓絲 在12月至月尾尾都可以吃到 它當時會有限定的菜單 我叫了一個刺身定食 本來我也想點白蝦刺身 但很快已經賣光了 這個套裝包了魚絲汁 和五種不同部位的冰建韓絲 絲魚去到第三年成魚的時候 才會開始長距離的回遊 而虎山蛙所佈留的絲魚的回遊距離是最長 肉質也是最棒的 而冰建出產的冰建韓絲 更加是私語之中的極品 不過這裡的產量很少 所以境外都非常少吃到 是很珍貴的 一個刺身定食 包了這麼多東西 有前菜、有湯 還有五款刺身 都只是港幣180多元 還要說不是一般的魚生飯 而是冰建韓絲 真的不枉我山長水縣過來這裡吃 吃了五種不同的刺身 吃到的分別都很大 而且整體的口感都很柔滑和細緻 還有魚味很鮮甜 很好吃 而且切絲魚的時候有血合位 不夠新鮮的絲魚的血合位 通常會令肉會有腥味 而在這裡吃的是完全沒有腥味 這一片的肉質比較緊實 吃下去有一點韌韌的聲音 另外有兩種 吃下去是軟滑一點 細緻一點 另外魚肚位的油脂非常甘香 好像吃拖羅一樣 很棒 這隻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部位 從來沒吃過的 感覺很鮮嫩 還有魚的香甜味也比較重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這一隻 這個魚絲汁真的很好喝 本身魚味已經很香甜 另外我最喜歡就是裡面的魚蛋 魚蛋是很彈牙 很好吃的 另外也有一些魚在裡面 我不確定是什麼魚 但也是挺足料的 在這麼冷的天氣喝完 整個人都暖粒粒 很棒 魚市場這邊走15分鐘 就可以去到第二個景點 兵建番屋街 中間也會經過一個 魚業文化交流中心 其實裡面也有很棒的魚生飯吃 還有一些體驗活動 不過這一天就沒有開 給你們選 一定會選 天氣很好 但很大風 還是天氣不好 好像剛剛這樣下雨下雪 但是沒什麼風呢 兩樣都不喜歡 吹到吹穿了我所有的裝備 好冷啊 好冷啊 穿過大橋之後 就會到達比美乃江公園 這裡有個展望台 這個展望台其實也挺新的 2013年底起 是兵建這裡的人氣打卡點 因為它的形狀 其實拍照出來也挺漂亮的 很有線條感 拍照比實物更漂亮 走上去的時候 就像一條天梯一樣的感覺 上面還有一個位置給你打卡 大家可以放相機在這裡 拍照整個庫山灣 其實這條天氣好的話 還可以看到 右邊的垃圾連峰 指望台的對面 就是兵建番屋街 兵建番屋街 是兵建必去的地方 因為它裡面有 東南西北四個館 裡面賣很多不同的土產 裡面也有一個食物的區域 可以試到兵建的名產 這裡原來也有一些高速巴士 是通向名古屋和和倉溫泉 這裡也有一些大和中型的Locker 我現在才找到 但不要期望會有很多個 這裡的數量很少 但比沒有 要我形容這個市場 我覺得它是一個土產型的市場 裡面賣的土產種類非常多 而且我在這檔旅程的其他地方 都未必會看到 當中必買的就是這些 樽丸壽司 樽丸壽司 在這邊有不同牌子 和不同大小 非常搶手 海樽屋的兵建屋 非常出名 原來我昨天吃的 都是這裡的特產 剛剛終於找到一間 是有白蝦的餐廳 白蝦被譽為是庫山灣的寶石 是在庫山灣這裡 才可以布鑊的珍貴食材 它是一隻非常小型的蝦 據聞它有一種獨特的鮮甜味 但我覺得這麼小而已 所以我覺得不夠厚 原來白蝦的樣子是真的白色的 整隻 很好笑 這個 那些肉呢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呢 很甜 是很甜 它的甜味比甜蝦更甜 而且肉質是很幼細的 但是下次附身 一定要試它的甜蝦飯 鋪滿整個面子的甜蝦飯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它不吃醬油 都已經很好吃很甜 我家鄉附近都是近海的 所以 從小到大 對於吃海鮮 是要求鮮味非常之重 不喜歡加什麼特別的調味料 嗯 很好吃 很稀粉 剛剛叫了這個 赤西背 它叫 哇 是幻之背 不知道怎麼幻之背 試試看 嗯 挺爽脆 還有一點點鮮甜 它的甜味不重 但是它的味道 咬口也挺有趣 赤西背 營養豐富 顏色鮮艷 被譽為北陸海之紅寶石 吃到爽口也有一點點回甘 這種味道 可能未必大家喜歡 嗯 已經很滿足了 已經吃到我想吃的東西 冰劍韓絲 白蝦 還追加了 赤西背 冰劍的美食 除了海鮮 還有慘量非常稀小的 冰劍牛 那我想應該可以吃到這個 這個 應該沒問題 哈哈 我想現在因為過了午餐時間 所以就很少人 就算買了 我就選了這個 哇 一來到這樣的樣子 不符合商品說明條例 那這次來到這個 冰劍牛 這製作為壽司來說 它熟了一點 所以不好吃 很硬 很硬 很乾乾的 很滑滑的感覺 這裏有更多的食物 很難看 很難看 又是周圍都會有的 撲一 撲一都有很多特別的手信 那我就選了這隻 金樸貓貓貓 送給我的會員 做到一些冰劍牛的拉麵 還有 沐山方底的拉麵 很搞笑 這裏有些很特別的味道 加河棒茶味 它是用沐山圓的牛拉 清潔韓絲 還有石川圓的紅楚蟹 還有香香蟹 不過這裏的數量原來都很少 比起我那天走的魚市場 真的 差很遠 那裏原來還有很多刺身可以買 買完刺身可以坐在剛剛那些位置 好吃到我做 這裏壽司的海鮮食材 都是產自富山灣 三十多元至五十元都有一盒 這個是出名的食物 有些名氣 原來是這裏 這裏都可以賣 哇 是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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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重的材料 非常豐富 不過都是要解凍才可以吃的 剛剛我們又吃完白蝦刺身 如果想把這份美美帶回香港 這裏還有很多不同的白蝦產品 可以選擇 甚至可以帶回酒店 慢慢享受 這裏賣的土產是挺特別的 其他區比較少見 不過走還走都要注意回去的時間 因為這裏的周遊巴士班次 大概是一個小時才有一班 它是統一的價錢100日圓 這裏的周遊巴士 竟然看到好天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到垃圾連峰 但是經過雨晴的海岸 才發現這裏也是沒完 之後我就提早回到金澤 金澤車站本身有幾多鑰匙位 放好之後 就要走這個必行的金澤百分街 去過幾次金澤的 我將它定義為買手信必去的地方 這裡它本身位於車站 開得比較晚 開到8點 裡面還混雜了北陸各地的土產品 就好像有這間富山很出名的樽宇壽司 這間叫圓的店 它的樽宇壽司 上面的樽宇部分 是有一個特厚的版本 很多人試過都說很好吃 這裡還有一些很漂亮很特別的便當 我在出發之前 先用email 訂了這個特厚版的壽司 它是可以在室溫之下存放3人 明谷百貨店也有得買的 今集白番街可以說 有齊北陸最齊全的手信 而且它的手信很多時候都是小小份盛好 例如在家樂料理的湯品當中 經常都會見到的面膚 這裡的百年面膚老店Buzzle Oak 就將它盛成小小份的手信 這裡的茶包和咖啡 都是加了今集最出名的金箔 而且是獨立包裝小小份 非常精緻 還有一些mini size的skin care 都是加了金箔 而手工藝品 池袋、輪倒圖等等都會有 這裡還有一些魚缸類的產品 很適合送酒做小食 還有一些非常mini版的手工藝品 價錢也不會太貴 其他金箔的相關製品 款式也非常多 有手工藝品 護膚品 連金箔的香也有 連食物也是金光閃閃 很漂亮 購物完之後 就在車站到伊埃土 我說我不買東西 但我買了多少東西 哈哈 神經病 我買給你們的 這間梳化店 原本以為是頂肚子 沒有任何期望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白蝦梳化 我覺得這個組合有點奇怪 因為炸完之後再放下去 會不會很重 有益味呢? 我不會很重 試試看才知道 我吃下去是有一點野菜的香味 加上白蝦 我覺得是挺好吃的 其實它不是想像中這樣 它這個東西是有點咬口 加了一些蔬菜 有人說日本隨便限 店舖我吃都好吃 以前我不同意 但今天我同意 如果沒什麼時間去吃白蝦的朋友 或者可以去這裏試一下 今集也有些好西城 這裡是開到很晚的 開到9點 如果你說著打車 或者晚上很晚才到的話 都可以去這間試一下 我覺得OK 我只剩下4天 在日本 有一點開始失落了 但我今天發現 泰瑞姆來日本 我對日本有些東西 都不太熟悉 例如我再計劃能情的時候 我預算的時間 不太夠 一來可能本來我要拍攝 二來可能我真的 預算的步行時間 是預算的不太好 因為太久沒有去旅行 不太記得時間 如何回應 另外我覺得自己 是低估了自己的購買力 因為我又去那種 看到什麼都想買的狀態 我喜歡選一些小小的小禮品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這幾天行程 我看到很美的東西 吃到很美味的東西 我希望你們都可以試到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 分享 訂閱 拜拜 想支持我的創作 可以成為頻道會員 我每次旅行回來 都可以抽選手信福袋 有什麼旅行疑問 都歡迎向我查詢 還可以下載我的超級行程表 包括時間班前 有用連結 餐廳介紹 洗費預算 景點介紹 等等詳細的資料 每一個行程時間 和景點都會連接 去乘換案內 還有Google Map 方便你隨時更改行程 成為會員就可以立即下載了 下集去九圍金澤人的廚房 近江町市場 瘋狂食食食 終於落雪了 你一人花箱 吃高山料理 再去迷迷理合掌村 靜人流 任影不漏 入住高山超高CP的新酒店